黑色轿车聆听路边 身穿短裤的女子 站在副驾驶座 和车内男子大吵大闹 警方互报到场 发现是夫妻吵架 要两人好好冷静 这时丈夫不顾警方就在场 亮出好长一根球棒 吵妻子坐视攻击 还不断标骂对方 警方赶紧把双方推开 插点也被打伤 场面混乱 反正是停车在路边吵 吵一吵之后 那个小孩也在车上哭 然后那个男的叫那个女的 你下来给我滚 没打呀 只是拿那个棍子在那里吓吓了 好像有人在吵架 小孩是夫妻吵架 好像有警察有爱 夫妻长疑似开车开到一半 就在车上吵了起来 经过新北市泰山 干脆停车下来把话讲清楚 嫌犯却当警察的面高举球棒挥舞 他否认攻击妻子 变成随身携带球棒是为了自保防身 但在公众场合 拿着棍棒意图攻击别人 被判处2000元法还 男子有挥舞球棒的行为 事后双方虽互不提告 为此行为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夫妻吵架非得动手动脚 虽然没打到人 妻子也不追究 但这个举动已经触法 再怎么生气 也不能解决问题 自己反倒挨法 记者黄天耀陆雨昕 这么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 我们下期再见